I want to kill you 这天 杰克逊和他的探险团队 被一名名叫塔里克的黑帮老大控制 要求他们去水下洞穴 寻找失散多年的玛雅宝藏 被逼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穿上潜水服 下海寻找宝藏 按照之前的计划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他们决定用一些炸药将其炸毁 杰克逊在买炸药的时候 捡到了一枚金币 他把金币藏在了自己的袖子里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按下了按钮 谁知剧烈的爆炸声 唤醒了一个古老邪恶致命的掠食者 很快 探险团先后成了恐龙的副中餐 在船上的黑人看见恐龙 急忙开着船走了 恐龙紧随其后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将黑人给吞了 这里是位于加勒比海边的一个小岛 这里有很多来这里旅游的旅客 低头蛇的亨利 打算带着罗德和简这对情侣 去蓝洞浮浅 蓝洞是一个巨大的落水洞 横跨大约三英里 深六米 到达目的地后 罗德和简便穿上潜水服下水了 很快他们便发现 大难不死的杰克逊漂浮在海上 杰克逊脉搏搏很微弱 但是有一丝存活的希望 因为杰克逊不愿去医院 于是他们把杰克逊带到了他们住的地方 醒来的杰克逊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但还是很感谢他们救了他 亨利得知杰克逊去过蓝洞的底部 想问他去蓝洞的底部找什么东西 但很明显杰克逊不是很想说 亨利说如果你不愿意 可以不用告诉我们任何事情 但是警察会对这一切非常感兴趣的 杰克逊被逼无奈只能吐露实情 原来杰克逊欠了塔利克不少钱 为了活命 杰克逊只能替他卖命 与此同时 塔利克知道杰克逊团队出事后 立刻发动手下寻找幸存者 并下达死命令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当亨利几人知道蓝洞底下藏着大量黄金后 欲望大增 几人都决定加入杰克逊的团队 唯独捡不愿意 他只想好好度假 与此同时 塔利克的手下发现正准备出海的几人 因为警察会在蓝洞和礁石之间空中巡逻 所以他们打算绕到半月岛去 黑帮先一步到达了半月岛 准备提前解除他们 谁知刚好遇到恐龙 很快就成了恐龙的盘中餐 等杰克逊他们赶到这里时 只看得一片狼藉 更加不走运的是 海岸警卫队刚好到附近 警卫队今天发现有两艘船被摧毁了 到处都是血 警卫队怀疑是杰克逊他们 为了找寻宝藏而杀死了自己的朋友 而且警卫队找到一部人体残肢 这像被某种巨型怪物咬的 这边塔利克得知自己手下还没回来 他决定亲自去杀了杰克逊和他的朋友 直到现在 杰克逊都不相信 是有怪物袭击了他们 还在以为当时是塔利克提起引爆了炸药 利欲熏星的吉人 已经不在乎一切 他们潜入海底想要找寻宝藏 却意外发现了恐龙的脚印 还有大量恐龙弹 他们打算带一枚恐龙的弹回去做实验 拿到了恐龙的弹 他们便上了岸 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黑帮跟踪 在实验室里面 沙拉和杰克逊在研究那颗恐龙弹 通过最新仪器 他们发现弹内生物具有某种恐龙的特征 他们决定把弹敲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 果然敲开里面是一只小恐龙 但这只小恐龙攻击性非常强 沙拉最终只能将小恐龙暂时关在冰箱里面 此时 简正在和当地人一起在游艇上开派对 恐龙听到动静 正朝着游艇快速游来 船剧烈晃动下 简一不小心就掉下海了 船上一位男士跳下去救简的时候 正好跳进恐龙的嘴里 没吃饱的恐龙将游艇撕裂了 罗德发现后 立刻喊着坑里开船 他想要去救简 与此同时 塔利克带着手下杀到实验室 他威逼杰克逊告诉他黄金具体位置 灵机一动 杰克逊说黄金在冰箱里面 打开冰箱的那一刻 小恐龙就跳了出来 咬到了黑帮的脖子 杰克逊和沙拉趁着这个时候 跑出门顺便把门给关了 另一边 罗德跳下水找到了简 可是由于伤势过重 简早已经死去 备份交加的罗德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 在杰克逊和沙拉的鼓励下 他们认为现在应该尽快去摧毁那些恐龙弹 可还在半路上 他们就遭到恐龙的袭击 所有人立刻开枪朝恐龙的头射击 猛烈的火力让恐龙一时无法下嘴 潜回水中暂避风头 很快 恐龙突然袭击了亨利乘坐的那艘船 亨利就这样死于非命 勇猛的杰克逊用船上的船锚击中恐龙 起初他们还以为一击之命 可是很快 恐龙拖着船只乱跑 幸好杰克逊及时拉动了操纵杆 剪断了绳子才没被恐龙拖下水 整艘船的人都幸存了下来 他们回到岸上 发现外面空无一人像个鬼城 警卫队要求杰克逊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座城 他们会带足够的火力把恐龙杀死 警卫队建议杰克逊他们先躲起来 随后警卫队就离开了 就在他们开着船 没离开多久 恐龙再次出现 把警卫队的船吞了 恐龙朝着岸上小城游了过来 所有人都被吓得东跑西跑的 罗德用手机拍视频 想要上传视频 让人们看见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样就会有人来救援 但杰克逊认为 此时我们必须要靠我们自己 他们必须在恐龙发现他们之前 离开这里 沙拉说经过这个小镇 在岛的另一边 有一个旧的军事基地 杰克逊他们打算躲到那里 刚好他们又看见了一辆车 杰克逊先去引开那只恐龙 让罗德和沙拉有机会去开那辆车 在杰克逊卖力的心意下 成功将恐龙引走 这时罗德他们顺利的上了车 并找到了车钥匙 就在杰克逊准备上车的时候 黑棒老大塔利克拿着枪出现了 在这么紧要的关头 塔利克还在想着他的金子 此时的恐龙就在塔利克的身后 可他并没有意识到 一直在质问杰克逊金子在哪里 最终被恐龙一口吞下 而杰克逊他们趁机开车逃走 一路上跑跑停停 他们顺利逃到旧军事基地 在这里 杰克逊找到了电台 想要尝试呼叫求救信号 可是几番尝试 并没有任何人回应 他们陷入孤立无缘的境地 还好他们在隔壁飞机场 找到一架两座的飞机 晚上 在另一个军事基地 他们收到了杰克逊发出的电报 亲眼目睹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怪物 晚上 睡不着的莎拉再次尝试 想要通过摩斯密码 发布求救信号 突然莎拉听到回报 原来昨晚 美国陆地基地 收到了杰克逊发送出去的求救信号后 进行回报 他们要求杰克逊 他们必须在20分钟内离开这座岛 20分钟后 将会有一场全面的空中袭击 他们会把这里移为平地 杰克逊他们还有20分钟不到的时间离开这里 杰克逊将一人开着飞机 吸引恐龙的注意力 而罗德和沙拉趁机开着船离开这座岛 杰克逊启动了飞机后 恐龙刚好赶到 还好杰克逊顺利开着飞机离开了 很快恐龙转移袭目标 他一直在海里追赶着罗德和沙拉 罗德想要对着恐龙发射迫击炮 可后座力太大了 罗德掉进了水里 很不幸的被恐龙吃了 此时美军的战斗机终于赶到 两枚炮弹成功击中恐龙 但没多久恐龙又再次站起来 在生死危机下 沙拉果断停下了船 拿起迫击炮向恐龙开炮 一炮轰掉了恐龙的头颅 在沙拉正在为杰克逊的死 暗自伤心的时候 杰克逊出现了 他还活着 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来自美国的科幻灾难片 恐龙袭击 这一部来自美国的科幻灾难片